他表示,这阵子很多事件 真的很对不起,做了很多不好的示范 让大家对我们有很多不好的观感 也有对一些人造成了伤害 脸书网红领导简载的LindKids陈佩芬 Sidney 她在社交媒体上拥有33万追踪者 却因为自身行为而引发了争议 而这次的事件也成为了人们思考网红角色与责任的新奇迹 被称为七宝妈的Sidney 怀孕期间挺运度爬山 不仅自身受伤,还连累其他山友 这些行为引发大批网友不满 认为他对自身与他人的安全不够重视 面对如潮水般的责难 Sidney选择暂时退出公众视野 但风波过了两个月后 他在6月25日首度直播露面 并在镜头前深深鞠躬道歉 在这次的直播中 Sidney的面容消受起憔悴 眼中闪烁的泪光透露出他的内心挣扎 他承认争议的爆发让他食不下咽 夜不能寐 体重甚至已经受回怀孕前的状态 但更让人感动的是 他对于自己过去行为的认错态度 他表示这阵子很多事件 真的很对不起 做了很多不好的示范 让大家对我们有很多不好的观感 也有对一些人造成了伤害 在这里跟大家说对不起 Sidney在直播中也对爬山受伤仪式做了详细的解释 他提到事发十天后 他主动与受伤的山游取得联系 并对其道歉 对方告诉他 其受伤并非完全因为他 而是因为原有的旧伤被加重 对方并未要求赔偿医疗费用 但Sidney还是主动送出了感谢礼 表达自己的歉意 那天他帮我下山之后 就有送谢礼给他 很谢谢他勇敢地告诉我们这件事 Sidney的这番坦白 让许多观众感受到他的诚意和负责任的态度 同时 Sidney也提到 过去两个月是他生活中相当混乱 且心情低落的一段时期 这其中 他因为压力无法适应 甚至出现封锁网友的行为 面对这一切 他也在直播中向大家深深道歉 并承诺会反省自己的行为 Sidney的这次直播 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有许多网友对于他的坦诚道歉感到肯定 并在留言中为他打气 有人留言说 这样的直播好勇敢好棒 加油 加油 辛苦了 加油 不哭不哭 妈咪加油 不要哭 一切会过去的 未来好好加油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好 你